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开开心心地做自己 然后让自己享受在其中 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听到这一段话 那听说文芳姐 您在今年会推出一系列的儿童双语绘本 那里面的内容是亲自操笔的吗 是的 而且今天知道你会来 所以在这里特别的送给你这个病毒星球 谢谢文芳姐 这个绘画本其实是 当然是我亲笔画的 然后故事也是我自己想的 然后除了病毒星球 还有其他的三本书 当中病毒星球特别有趣 那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病毒星球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当时是Covid 应该是两年前的时候 Covid 大家都在家里 不能出去也不能工作 感觉非常非常的无聊 然后就想 能够出一本书 高四岁到七岁的小朋友的 让他们更了解细菌病毒 还有怎么做好卫生的一些保护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出了这本书 那您是觉得健康教育应该是从小开始 好让儿童培养良好的健康习惯吗 当然 当然 如果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要勤洗手 知道在身边有很多的病菌 或者是细菌病毒等等 在做好卫生的防范措施的话 小朋友有健康 然后妈妈就会比较少烦恼 新加坡防癌学会 也有一系列儿童防癌意识的活动 而这是我们为Zak准备的活动本 谢谢 破坏的伤症或破坏我的心 非常好 那平时你们和家人在假日的时候 会做些什么活动呢 平时我们都一定会到户外去接触大自然 到海边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海洋生物 所以就会带他去 蜂蜜或者是浮浅 然后最近爱上了游戏 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美丽的岛屿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的嗜好吗 我们的共同嗜好就是一起去接触大自然 去看看去探索 有什么我们还没有看过的 好像之前我们带他到冰丹岛去看萤火虫 去看红树林 然后他的希望是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浮浅 去看他心爱的海洋生物 然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到巴劳 巴劳是一个应该靠近菲律宾的一个地方 去跟西杰里一起游泳 那接下来你们会有什么运动是你们想挑战的呢 接下来的运动 希望我们爸爸妈妈儿子可以就是环岛的 赛琳去看用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我们的美丽的新加坡 那谢谢文芳姐 我们下周下喝杯咖啡好不好 好 文芳姐 你会特别注重饮食吗 会啊 因为我觉得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会特别地注意我自己的饮食 那您是比较喜欢自己下厨 还是打包或外带呢 喜欢自己下厨 虽然自己不会下厨 可是我觉得在家里吃会比较健康 少盐 少油 那您偶尔会让家人放重一次大块朵鱼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都吃得非常地健康 尤其是我的儿子 他自己本身就很少吃零食 所以每一天对我来说 我都会给他们偶尔天 他们想吃什么 都吃什么 就吃什么 那您本身最爱的零食是哪一些 我最喜欢的零食是水果 真的是蛮健康的文芳姐 您可否介绍一些超级食物 例如超级食物 超级食物 莫过于水跟水果 那您通常是怎么养生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呢 我会好好的喝水 喝健康的水 喝足够的水 吃水果 常运动 保持心情开朗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也会定期地接受健康检查吗 那当然 每年都会 满芳姐 你有打算接受一些癌症筛查吗 肺炒检查吗 当然 我跟我老公每年都会做一些健康检查 而且我还知道 SCS 区域 每年都会保持抗植核核 用于肺炒检查 FIT 测试 那女士 我们应该 满芳姐 帮助抗植核 以满芳姐 和肇膜症 测试 测试 您会提醒您的母亲定期接受癌症筛查吗 当然 因为胸癌是第一次的疾病 影响了新加坡女孩 几乎一在三十个女孩 在新加坡都会发生胸癌症 在她的生命中 她是不是也很注重健康和饮食均衡 她非常非常地注重健康 也非常照顾她的饮食 那您会邀约她一起做运动 保持身心健康吗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 都一起做运动 那你会不会帮她领取 粪便免疫化学 简称FIT检验器呢 其实她都有自己在做这些 治疾病 因为都很方便 它是很简单的收集 而且你甚至可以收集 在网友的亲爱的 在网友的网友的网友 或是在身体参与收集点 全都没有价格 谢谢 谢谢 对了 您和明顺哥都在今年庆祝 五十一岁的生日 有什么感触吗 生活照常 感触就是更加地珍惜彼此 也更加地注意健康 是什么原因让你想担任新加坡防癌协会 新加坡防癌协会 新加坡防癌协会 如果货帮有关 您可以参与SES 找到更加坡防癌协会 您可以选择 例如在周年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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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给了大约的金额额额 在大约50个病毒核心中介绍 在大约50个病毒核心中介绍 谢谢 相信观众都很期待 能够在荧幕上再次看到您的作品 那有什么细节能够透露吗 我发现 希望很快的能够在荧幕上 跟大家见面 除此之外也是非常的开心 我的第三本 第四本的绘画书 已经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也希望每个月的Fantasy Bakes 大家都会很喜欢 满心期待 温芳姐 你的树看起来真的好美味好健康 是的 里面充满了antioxidant物